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天天就开车 腾飞 你还有事儿吗 没事 没事就回吧 回 回哪儿 回家呀 这不是他的家 回他自己的家 没事 麦子 吾 我明白你的意思 咱们回头再说 好不好 那行 我回避一下吧 来 来 老多 来 不 姐 腾飞 来来来 你坐 坐 姐夫 你能坐啊 你坐下 腾飞 麦子 你这怎么回事 你刚一回来 你就让腾飞走 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 人家腾飞怎么得罪你了 那个 我 我真有事儿 我 我 腾飞 我为什么让你走 你自己心里清楚的吗 清楚 清楚 今天大家都在 有件事儿 我要跟大家说 我跟腾飞 三年前就已经离婚了 什么 什么 你 你开什么玩笑啊 我们是离婚了吧 三年前 我出国以前我们就离婚了 我之所以没有告诉大家 主要是担心我父母的身体 尤其是我妈 我主要是想利用出国这几年 把这件事情消化一下 对不起 早晚也得说 对吧 妈 本来我跟腾飞 也算是好恒好散 但是有件事 起你做得不对啊 你没有遵守我们的约定 是不是 你们什么约定 三年前 我们是不是说好的 三年前我们是不是说好的 这三年 你远离我的家人远离多多 是不是 哪怕你做得混一点 做得差一点 没关系 但是你不能不遵守约定啊 你不但没有远离我的家人 没有远离我的孩子 你还跟他们走得这么近 你让我怎么办 你是不是以为我在加拿大 我在很远的地方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什么都知道 远不是问题 如果不是因为工作在身 我早就回来了 腾飞 你把我的计划全部都打破了 我不管你们什么计划不计划的 我不管你们什么计划不计划的 你们非得离婚不可啊 你们为什么离婚的 爸 以后我会告诉你 为什么我们会离婚的 这次回来我还有一件事情 要告诉大家 我在国外的工作 单位对我很满意 我回来休整一下 就要去上海工作了 这次走 我要带着朵朵一起去 这不行啊 孩子不能带着 朵朵在这边 幼儿园啊 老师啊 学生啊 小朋友们都非常好啊 都熟悉了 你带他上上海去 孩子不适应了 这些我都已经安排好了 你就别操心了 请回吧 姐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啊 你别总干我姐夫 有事你就说事呗 离婚怎么了 离婚再复婚呗 多大点事啊 我的事 我们的事 不用你操心 不是 你这出汤果 怎么还学坏了呢 我姐夫多好的人啊 你干嘛要回来就弄这事 你 我 我走了 那个 今天啊 麦子回来是高兴的事 我先回避一下 少 少飞 没事 妈 爸 爸爸 你去哪儿啊 我也要去 爸爸一会儿就回来 你先吃饭 走 快点吃 你这也没hold住啊这 我说 我说你这也没hold住啊主 hold什么呀 怎么hold啊 没按我这路子来呀 想过他生气 想过他鸡眼 想过他大闹 想过他翻脸 就是没想到的 带多多走 这 这怎么围圈还拿不来了呢 我说 better 背面 我说 别说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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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